今天就老鐵們製作一道鹹魚燉茄子 首先準備一條煙鮑魚 鹹鮑魚洗乾淨多成塊 放入盆中加適量溫水浸泡半小時 茄子不用去皮用手掰一下 掰成屏幕這個樣子就好了 準備點蔥薑蒜辣椒丁 青紅煎焦條 切點五花肉備用 熱鍋涼油 下五花肉煸炒 煸炒出香味 下入鹹魚 煎至兩面金黃 加入八角炒香 蔥薑蒜乾辣椒嗆鍋 放入撕好的茄子 小火把茄子炒軟 倒入一點醋去腥 加水 鍋內的水不要沒過茄子 大火燒開 慢火燉 現在開始調味 於是鹹的不加鹽 少來點蠔油 提香增鮮啊 來點老抽調色 放點白糖胡椒粉提味 蓋燉五分鐘 時間到了 開鍋 加點蒜末 青紅煎焦 撒上香菜末 鹹魚燉茄子製作完成 喜歡的請點讚加關注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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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